大家好,我叫戴岳,我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艺术史专业的博士生, 也是学校美术馆Camper Art Museum的学生导览人。 今天我们来到了美术馆的印刷品展厅,一同来欣赏这件由毕加索创作的史课版画作品《贫苦之人》。 这件《贫苦之人》创作于1905年,当时毕加索离开家乡西班牙,重返巴黎, 并定居在热闹混乱而又充满艺术气息的蒙马特地区。 这里形形色色的人群以及浓郁的波西米亚风格感染了毕加索。 让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艺术家创作了许多关于城市游民的艺术作品。 这幅画描绘了游民或千玺中的罗姆人形象, 他们常常见于毕加索早年对西班牙、巴黎底层人士的作品中。 画面里,空旷的土地上除了一匹孤零零的马别无一物, 显得十分荒凉、萧瑟。 一对销售的夫妻占据了画面的中心, 他们衣着单薄、神态忧郁, 似乎在围巾后的生计发愁。 两人都将双手交错在身前, 不知是为了抵御饥饿还是寒冷。 然而,右下角的两个孩子却似乎毫无察觉, 正坐在地上嬉戏打闹。 孩童的无知更反衬出成年生活的艰辛。 当时毕加索这位背景离乡壮志未愁的青年画家是拮据的, 由于贫困,他不得不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 甚至重复使用绘画材料。 比如,这幅作品天空中淡淡的起伏线条, 就是前一位风景画家在铜板上留下的时刻痕迹。 这段特殊的经历也让毕加索对底层人民一直保持着关怀与同情。 他们都一样辗转于各地,游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 并为生计而担心发愁。 这些微妙细腻的情绪全部被毕加索小心翼翼地安排在这件作品朴素的外表之下。 人们说,艺术家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其人生经历的印记和折射, 那么这件贫苦之人有没有改变你对毕加索的理解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